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放假终于开始又有放假的感觉了 可以跟家人一起到外面去走走 也可以见到外縣市那些因为疫情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 要到外縣市去找朋友 我就要带上我们台中有名的伴手礼嘛 那台中想要伴手礼 又想要什么 对 就会想要太阳饼 那我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一种那种景上天花型的人格 喜欢给朋友一些意外的惊喜 所以除了基本的太阳饼之外 我还会想要准备一些 有点特别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间 台中十大伴手礼之一的店家 所以马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 他们家的伴手礼礼盒 会不会让我感受到我身为台中人的骄傲 我今天挑了三个礼盒要来跟大家分享 对我来说选择礼盒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它的包装 第二是它的保存 第三是它的口味 那我就就这三个面相 来看一下这个礼盒的表现 第一包装 这一家礼盒绝对没话说 它这个上面的印刷上面的图案很精致 然后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怂 不会讲什么 这个牛軋糖跟夏威夷的礼盒很像书本 有没有 让人家觉得你送这个伴手礼很有深度 然后摆着直直的摆着也好看 正面的摆着也好看 所以它的包装让我很满意 再来第二个什么保存 有一些伴手礼它会需要冷藏 那它们是常温保存的 它的保存期限是15天 就是大概半个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恰当的保存期限 让收到礼的人可以慢慢的品尝 好那再来我们就讲口味了 先来吃这个我最期待的 焦糖夏威夷莓果塔 顾名思义就是有焦糖有夏威夷豆跟莓果 那我就来吃喔 谁要吃 喔 塔皮很脆 第一口咬下去 它的口感很好 那它上面因为有焦糖 然后再加上旁边的蔓越莓 会让它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 然后夏威夷豆它的香气很够 而且它在一个塔里面 它夏威夷豆装得很饱满欸 就是它的分量是很扎实的 它中间不是空心的 而且是完整一颗一颗的豆子 它是一个吃了一整颗 会让你有饱足感的点心 然后第二个我来吃这个一号 夏威夷果牛嘎糖 我这很赏心悦目有没有 三个颜色 它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对它只是颜色不同欸 那我就擦一个来吃 一口就来咬断它 代表它的那个黏性不会很高 也没有黏在我的牙齿上面 有要拍我的口腔吗 它的甜度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们一般吃到牛嘎糖 然后有果仁 它里面一般都是杏仁吧 然后它的里面因为是夏威夷豆 所以它的那个果仁 它相对会比较大 所以吃起来你会觉得 每一口每一口好像都会 吃起来比较有内容 哎呦真的跟这个包装一样欸 有内容的一个伴手礼点心喔 牛嘎糖的奶味有够重 但是甜度又恰当 所以好吃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 三号这个野草夏威夷果 我刚才在店家购买的时候 原本我对野草有点抗拒 但是店家有些拿给我吃一个试吃 试吃 哎呦 颠覆我的想象欸 来 这个野草夏威夷果 我刚才在店家那边有吃过 那它本身因为这个外面 这颗野草的果肉它有甜度 所以相对来说它是 甜度比较高的一个点心 它就是外面一片野草 剖开 中间包着一整颗完整的夏威夷果 它吃下去咬下去第一口是 不会很甜的 但是它会有越嚼越香 越有那种韵味的一个点心 我品尝完 我今天选择了三个礼盒了 那这家新品箱伴手礼呢 我觉得它们的点心老少咸宜 不管是包装 保存期限 或者是口味 都很适合拿来送礼 完完全全让我感觉到 身为台中人的骄傲 那经过今天的分享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礼盒呢 谢谢你的收看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的影片 都请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当然干纳事下次见 拜拜